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事 大概现在我们在一起差不多快两年左右了 都快两年了 对 今天谁要来的呢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 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俩其实关系挺好的 他也挺切就我的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对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思考的挺多的 所以我就想进一步去发展 我想着结婚左右 因为我们年龄也就大了 但是我只要跟他提有关结婚这方面的事情 他就特别生气 反应就会特别大 为啥 我觉得结婚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事 然后我觉得我们 不是严肃也不至于发脾气啊 我觉得我对我们的婚姻是有一个规划 我们是要结婚 但不是现在 我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成熟 我觉得可能两三年之后 是等时间的还是等时机 这是两件事啊 等我变得更优秀 我的财务可以更自由的情况下 就你觉得你现在还不能结婚呢 说白了不就这意思吗 对 我觉得我现在结婚的话 可能会让他跟着我受苦 我希望有一个好的平台之后 然后再给他一个美满的生活 他老是就是拿这一套理论来说我 后来就是我想一下 就是他父母肯定也不是这么想的 肯定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有幸福的家庭嘛 我跟他提过见父母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辅决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肯定是要见下父母的 而且又是大过年的 再等一个过年都三年了都 然后我就在他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就买了票 然后去他老家 我的意思是说跟他父母 我就见一下面了 我本来以为他父母是知道我的 最起码知道他是有女朋友 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挑了好多礼物啊 大过年的我跑到他家的时候 他父母根本都不知道我是谁 就搞得我特别尴尬 你进门是怎么说的 就是那个叔叔阿姨好 你找谁是吧 对对对 通常恶恶你找谁是吧 对对对 叔叔阿姨好 我是那个小胡的女朋友 他抱着 真是这样 然后我就特别尴尬 然后只说过年就是回家路过 他不在家吗 他没有在 因为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回去 他又说工作特别忙 没时间 整个那个 对 等于你私底下偷偷地 未经他允许就拜访他父母 对 你发现他父母 连他有没有女朋友都不知道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后来那我就是只能说 阿姨那个我就是回家 顺便路过这个 这个礼物您收一下 那我不好意思 我打扰了 我就走了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实在是越想越生气 这个事情 我们是已经和以前提的 你怎么能对父母上面 还保密呢 我实在是太生气了 我跟他打电话 我说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比我还生气 哎呀 你为什么去我家 没跟我说 就是这条理论 然后我大过年的 我一个女孩子 我拎着心理箱 我四处地去找酒店 我正常反应 不是应该马上打电话 回家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你们好好招待一下吗 打了吗 没有打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她在 就是比较晚的时候 才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事 然后我本来计划的是 我们两个都准备好了之后 让我父母感觉就是 对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就是第一眼就认可 我想达到这种效果 但是我没想到 就是是一种 就好像半路杀出程咬金来着 就是这种 然后突然就来了 然后 左言方是去了叫 半路杀出程咬金 他去不叫啊 我觉得很长途 还是这人途 对不对 但是女生这件事 你做的确实 咱们上杆子 不是买卖呀 然后我就是真的很生气嘛 然后我就买了票 然后回我家 他打电话给我嘛 然后我说那个 那既然是这样 我已经跟我父母提过了 那我很敞亮我对他 我做的感情 后来我就跟父母 已经提过他了 我已经包装好他了 你知道吗 但是 对我说那你就来我家 拜访一下的嘛 我已经做了退让了 可是他 他还是不行啊 我真的是 我可以不去你们家 你来我们家是这意思吗 对 去了吗后来 他没去 他还是没去 在我的观念中 见父母就是已经是 要把这个婚姻 提上日程的时候 如果我没准备好 就感觉很尴尬 对 而且我不敢保证 就是说万一他父母不喜欢我 那我们接下来的路 又该怎么走 事实都变化了嘛 他都已经去了 你就安排嘛 对 想让你去看看他父母 你这个真是 我觉得他这个方法欠妥 但是你这解释 我觉得也差点意思啊 对 等于女生特别急着要嫁给他 对 我想稳定一下 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那这个春节等于都没过好呗 没有 但是我时候就是跟他 好多次道歉 然后哄他 我就是不想因为这些事 然后去影响他的心情嘛 其实我也很在乎 就是他的感受 有一段时间 白天我是在培训中心上课 我就想在空余时间 去接一些私人的演出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可不可以 然后结果当时 他也很感动 也很理解 因为我的目标是要买房 然后给我们未来有一个交代 他说就是我们以后 有了房之后 我们就可以计划我们的未来嘛 然后我觉得 真的挺感动的嘛 然后他肯定说要多加班 多赚一些钱嘛 我又不能说不行 我说行 那你去吧 但是我点头答应是一回事 但是他办起来 他又是一回事 就他自从加班之后 我一个星期见到他的次数 真的是屈之可数 特忙 对 那真在忙是吗 对 后来我也觉得 他真的在那么忙嘛 后来我就说 那我就自己主动一下 我就去看一下他嘛 后来我就跑到他公司 但是我发觉 我只要去到他公司 他就很不开心 为啥 我觉得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就是我在工作中 正投入的时候 尤其是做艺术 就是很不喜欢被人打扰 而且 您那是培训机构我们不是 对 培训机构 你教什么呀 但是我们教声乐 教声乐下了课不就没事了吗 对吧 我们也会准备很多演出 其实也是要消耗很大的心思 不是 那也没啥呀 喜欢你爱你的人 你爱的人来看你应该很高兴啊 刺激你的创作欲啊 我理解是这样啊 但是有几次他来 就是他一进培训中心的门 然后他整个脸都是拉下来的 然后他直接就过来 就对我一顿质疑 然后一顿怀疑 什么一顿质疑 那这确明了我的想法 它是对的 你根本就是在公司里面 对我身份进行保密的 而且我拉着你也是有原因的 你为什么老是挑对你好的说呀 那你为什么不说 我大老远的去看他 然后他 我给他发信息 他说他忙 我中午发吃了嘛 晚上才回我信息 你那么忙 你多忙啊你得 然后我进去看他的时候 他大老远跟他那个 那个上司在那踏钢琴 在那笑 看现在不行啊 我大老远 我都隔着玻璃 我都能看见你俩在那块笑 那大白牙真的是 我就是 但是我们美声 本来就是需要有一个钢瓣 然后一个美声人声 再唱两个人配合 但是这个唱歌 我们是为了 接下来的工作唱的 我们不是随便唱 就是情歌呀爱歌呀 女朋友来了 那女朋友不高兴了 误会了 陪个笑脸说 我们俩在准备晚上的排练 这是我女朋友啊 没事了 是啊 你当时啥反应 我很难说当时的那个反应 因为他的态度 他对我很多的质疑 然后被很多同事看到了 我的上司也因为这个事情 就跟我聊了好多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 不要把个人问题 带到工作单位上来 你去了说啥了 我就在门口 我就挺不开心的 我就问他 谁呀什么什么的 他挺反感这个事情 他扭住他就回去了 你知道吗 对你也是挺傻的 你回去再问吧 你不是在公开场合问干嘛 对后来我也没有多说 我忍一口气我就走了 然后我跟他说结婚这个事情 他说是不允许 说公司规定 我就说这什么年代了 就感觉真是欺负 我不懂 那我就打电话 就给他扭伤子 我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后来我就问的时候 人家就说 公司压根都没有这种规定 你说你老是说你工作忙 你把私人感情挂在工作上面 我也很没面子跟着你 你知道吗 我也挺丢人 我在那个玻璃后头 真的 现在我听明白了 等于那次的事件之后 女生又跟男生提出要结婚 是吧 你的理由是单位不让结婚 是你说的吗 是我说的 你们单位真有这规定吗 是这样的 就是单位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我们几个开会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共识 因为我们培训中心 刚成立不久 两三年之后 等这个培训中心稳定了之后 然后大家就才可以放松一下 然后考虑一下个人问题 只是旁敲侧击地 提了一下这个事 我感觉我当时的观点 也是很偏向于这个的 所以我就 另一方面也是招架不住 她平时就是好多次这样 就是说提结婚 然后我就把这个 给夸大了一点 所以其实这傻姑娘 还亲自去求证了一下 是吧 电话里 对 我就想戳穿她的谎言 这谎言戳穿了怎么着 我就是挺生气 其实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是为了 让她更在意我一些 然后我就 约了好多朋友在一起 酒吧一起去玩 为了气她 我还发那个照片给她 其实这个我就 很不能忍受 主持人您知道吗 就是其实我俩一开始 都是比较保守的人 从不踏进酒吧半步 然后我发现有一段时间 她经常都是玩到 半夜两三点 更甚至她每次 都会把照片发给我 然后这就让我就是很崩溃 然后心里也真的很 不是滋味 后来就是我在酒吧 她打电话过来 她说你回来吧 我说那你过来接我 对吧 这才有道歉的样子 然后她就来了 她真来了 我就在里面 我跟朋友说 我男朋友过来接我 然后我等一下要先走 我就在里面等她 我等那么长时间 人家不过来 等一下电话过来 她说你出来 我到门口了 我一天什么东西 你过来接人 你肯定要接上我 然后你才走的嘛 你在门口 你出来啊 这叫什么话 她就又把我扔下 她自己又走了 是她把我拉黑了 那我让你进来接 那你过来接我吗 我们认识不止一天两天了 她也知道 我从不踏进酒吧半步 然后除此之外 她对我发脾气 电话里发脾气 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不是 咱在这儿 争这个对错 有什么用呢 就是两个恋人之间 争对错有什么用呢 是 我感觉 咱们回到焦点嘛 女生想结婚嘛 男生现在还不想结婚 是还是不是嘛 是 那这个酒吧事件之后 这个你们俩的 这个情感状态 到底在哪个 哪个维度上了呢 那件事之后 其实我自己心里 也挺愧疚的 我觉得我当时 自己走是不对 我就想跟她 坐下来心平气和 谈一下我们的未来 其实我总结了 之前经历过 这么多不好的事 其实她是不喜欢 我现在的工作环境 然后我就想 就是改变一下 我们的情感 然后我就跟她试着提 我们要不出国发展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全 换一个环境 然后她再也不会 就是因为女上司而吃醋 不是 谁跟谁出国 我们俩两个人出国 就舍弃一切烦恼 然后我们出国 发展一段时间 感情重归于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回来 我这脑子跟不上了 就为什么她们不好了 就到了国外就又好了呢 是吧 就因为换一个新环境嘛 是去国外结婚吗 不 不 不 你看我跟她说了 我说去国外也成 我工作一次了 跟着你去国外了 然后你又把我 扔下了咋整 我说最起码 不结婚订个婚主席吧 听听听听 我现在有点晕火 到国外 跟你们俩的这个情感 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是 一石二鸟的事 我既能就是学习到 更多的东西 然后我又能就是 给她一个新环境 不是 人家不用环境 人家就要结婚 结婚 我觉得情感跟结婚 本来就是两码事嘛 情感上升到一定层次 她才可以结婚 你们俩现在情感 没有上升到 结婚那个层次 对还是不对 对 我觉得她可以完全 按照我计划的节奏 然后这样 这样我们可能会更好 你说了一个 我感触最深的 这两个人都在自说自话 你发现了吗 我需要这样 我才能娶你 这是男生说的 女生也在自说自话 我们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就是以结婚目的谈恋爱 你现在到了一个时候 你不跟我结婚就不行 我就想出各种法子来 向你逼婚 两个人都在自说自话 你们确定这个 没提结婚之前 你们的恋爱谈得特好吗 对 只要不提结婚这个事 就是啥都好说 那就别结了吧 那人家们都结婚了 而且就朋友们孩子都好几岁了 你说我到这个年龄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 只要玩玩闹闹 不涉及正事 我们都行 但凡想在生活里面 稍微走扎实一点点 我们就会闹起来 是这意思吧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你们听老师母好 我还是给你们分析分析 好不好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们先来讲两个概念 私欲和公欲 私欲私人领域 教育 你没有担心 我什么练习 这意思是 我们都想到 搞相公来 什么 我可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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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女生也好好想一想 对于自己只是因为时间久了 年龄大了 想要结婚的心态 该做如何调整 不是一路人 不要强求进一家门 这是送给你们的话 希望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你的父母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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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对他的评价是什么 就觉得这个女孩就觉得这个女孩其实有点冒失 然后给她们就感觉就稍微有点惊吓的感觉 你向她们 reminders 你向他们解采了没有 我解采了我想晚一点带女孩去见她们但是我没想到女孩这么早去 你的上司和你的同事怎么谈论 我的上司就说 怎么你女朋友这么着急催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